当年姚明在国家队的地位是绝对的球队老大,在国家队内说话是一言九鼎,具有绝对的权威,他的权威来自于自己强大的实力,自己对国家队的贡献,同时也有蓝贤领导的支持。 姚明2004年就怒对巴特尔姚明2004年才24岁,巴特尔在2004年时已经29岁,2003年跟随马次队获得了NBA总冠军,在2004年奥运会惨罢,之后姚明非常犯怒,直接表示中国南兰不是王大爷的地方,不好好打球就滚。 姚明露对孙岳2008年奥运会前后,正是孙岳春风的一马提及的时候,当时他刚刚被洛杉矶湖人队选中,在CBA也是呼风呼雨,难免就有点飘了。 不过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,孙岳因为不满主帅尤纳斯想要罢讯,那时姚明露气的说,如果你走出这个门,就让你永远都进不了国家队,这两次事情都与姚明认真,严谨的作风很吻合,是他的作派。 换言之,正是姚明职业生涯时期的高度自律,才让他有了如今的成就,倘若大姚没这样积极自律的精神,他又怎能成为亚洲篮球的第一人呢? 姚明职业生涯期间期间兢兢业业,认真敬恳的态度,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,姚明成为中国篮球的图腾,绝不是偶然的。